乔治应聘了停尸房的保安 艾玛带她走了一圈 交代了工作内容 还问了乔治一句 你怕鬼吗 乔治表示 做我们这一行的 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艾玛满意地把这里交给她了 半夜有人敲门 乔治出去一看 正中央放着一个尸体 四周却一个人都没有 乔治只好自己把尸体运到停尸房 可刚准备离开 尸体竟然坐直了 你还好吗 不信邪的他 还拉开了果实袋的拉链 吓坏了 真的扎实了 乔治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掏出自己的手枪 追着女鬼拼一个你死我活 这时间世气后面的人可坐不住了 马上出来终止了这一场闹剧 原来这是一个整人节目 虽然乔治被吓得尿裤子 可还是很开心地对着镜头say hi 节目过后艾玛想辞职了 他觉得再这样吓人 遇上个神经病之类的 迟早要玩 可总结马库斯不乐意了 就让他最后再拍一集 艾玛勉强同意了 这一次他们准备搞个大的 将地点定在了一个 废弃精神病医院里面 还有一个新来的实习生戴笔 负责扮演恐怖小女孩 工作人员布置好道具后 面试的园丁如约而至 艾玛假扮护士迎接应聘的园丁 谈话时戴笔若隐若现的站在窗口 看来园丁上钩了 接着艾玛带着园丁来到办公室 园丁看着墙上的照片 自言自语地说自己曾经也是这里的园丁 刚刚那个女孩她也认识 她还说那个房间是用来关坏小孩的 艾玛有些害怕 不会真的招来个神经病吧 随后就找杰克离开了 此时马库斯正在摄像头后操控着机关 吸引园丁一步步走出去 随后在一个球的这一下 代笔现身了 奇怪的是 园丁并没有吓跑 反而追随着代笔 来到那个关坏小孩的房间 将代笔捧死了 连躲在房里的身影都不能幸免 艾玛心急如焚 拿着螺丝刀继去救人 等她去到一切都已经晚了 连自己也成了园丁的追杀对象 这里变成了恐怖的牢笼 她见一个杀一个 最后只剩下一个男童是JD和艾玛 他们决定趁夜开车出逃 没想到摸黑到车里 却发现钥匙不见了 JD交代艾玛关好门 就自己跑回去找钥匙了 JD走后 艾玛才发现不对劲 远丁竟然就坐在汽车后座 轻奔门拿起螺丝刀手起倒落 直接把远丁的手钉在了汽车上 趁机逃跑 这时剧情有了神转折 统统让远丁马上演不下去了 她对着摄像头疯狂骂娘 还打烂了摄像头 表示老子不干了 原来他们要恶搞的对象不是远丁 而是艾玛 所有的人都还活着 都在镜头前看着艾玛偷笑呢 此时又来了个转折 远丁身后突然出现了几个面具人 残忍的一刀解决了他 看这实情程度 马赛克都出来了 看来是真的 这几个人正是按网上火爆的面具怪胎 专门拍摄真人杀戮视频谋取暴力 不知情的艾玛回到小房间里找JD JD没找到 只找到一台电脑 因为发现了胖子还活着 艾玛喊了他一声 他才发现自己忘光摄像头了 艾玛终于明白他被耍了 气得找到马库斯给了他一圈 马库斯一个劲的让他快跑 所有人都死了 可艾玛此时是不会相信他的 还想要把面具怪胎给揍一顿 但马库斯害怕的样子 好像不是装的 难道面具怪胎真的是杀人狂魔吗 这时面具怪胎决定跟他们玩一个小游戏 他们把代笔活埋了 让艾玛找 等艾玛用尽洪之力把代笔挖出来后 面具也不让他们离开 只允许艾玛带走一个人 一个是心爱的人 一个是可怜的小姑娘 真是残忍的抉择 最后马库斯和艾玛都决定让小姑娘活下去 于是艾玛吻别了马库斯 带着代笔开着面具的车离开了 但是随后马库斯就看到他们的录像花絮 才发现代笔竟然跟他们是一伙的 明白了这些后 马库斯还是避免不了死亡的命运 被面具怪胎推进了火炉烧死了 而艾玛在离开后 意外撇到了车上的摄像头 仿佛明白了一切 虽然结局是开放式的 不过以艾姐这战斗力 反杀一个小姑娘应该不成问题吧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电影哦